网红拳手杰克·保罗战绩六胜一负4KO正式宣布 他将于8月5日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迎战前UFC冠军内特迪亚兹 在此之前 杰克在与真正的职业拳手汤米费瑞 Tommy Fury的比赛中遭受了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败仗 现在他希望在与迪亚兹的比赛中重回胜利之路 与此同时 他们在过去几年中对彼此的厌恶也变得越发真实 保罗因其在社交媒体上的关注度 而继续成为这项运动中受欢迎的选手 这得到了他的观众数据的支持 他在2月份与费瑞在沙特阿拉伯的比赛中吸引了80万PPV小手 最终 杰克通过分歧裁决输给了费瑞 内特迪亚兹从未参加过职业拳击比赛 在2022年解约之前 他在UFC中征战了很多年 他拥有庞大的粉丝群和高度知名度 这将使得两位拳手各自的粉丝都不会错过这场比赛 拳击在迪亚兹作为MMA选手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此前还曾与安德烈沃德一起训练 比赛将达成185磅的重量协议 遵循该重量级别的所有拳击规则和规程 保罗认为人们认为他很脆弱 他的团队希望他与KSI展开比赛 而不是迪亚兹 保罗认为他将在比赛中通过KO获胜 保罗说 上一场比赛的结果不是我想要的 但这对我职业拳击生涯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现在 世界上的人们认为我很脆弱 但事实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专注 我的团 对希望我下一场比赛能轻松一些 比如对阵KSI 但我不是这样的人 内特迪亚兹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狠的拳手之一 但他和他的团队已经嚷嚷的太久了 保罗表示 人们告诉我 内特已经和安德烈沃德一起训练了很多年 他有着惊人的耐力 他从不退缩 很高兴能见到这 我出色的内特 我还记得在亚利桑那州的后台巴掌事件 8月5日 一个问题儿童将会粉碎并击倒斯托克遁局 迪亚兹表示 除了阿瓦雷兹 Canelo Alvarez 杰克保罗是拳击界最大的名人 如果他在与保罗的比赛中获胜 迪亚兹暗示可能会回到UFC 迪亚兹说 除了阿瓦雷兹 他在拳击界是最大的弯 我来征服这个 我是搏击运动之王 接下来我要回去夺回我的UFC冠军腰带 我因为康纳迈格雷哥的行为 而揍了他一顿 现在我又回来了 就像真正搏击游戏的超级英雄 真正搏击游戏的国王 这场比赛将在DAZN全球直播 DAZN北美首席执行官 乔·马尔科夫斯基 Joe Mark 奥斯基对这个赛事将在DAZN平台上播出 表示非常高兴 马尔科夫斯基表示 我们非常高兴能在全球范围内通过DACN播出这场大战 拳击界随 大的名字之一 与MMA界最大的名字之一的独特对决具有全球影响力 Most Valuable Promotions的联合